国道3号竹山交流道附近今天凌晨发生了火烧车事件 警方拒报之后赶到现场及时将撞车昏迷的女驾驶拖出车外急救 再过没有多久车子就爆炸陷入火海 生死一瞬间全被警车的行车进入器拍摄下来 警方一打开车门就冒出了阵阵浓烟 之后马上救出车上的女驾驶实施CPR急救 过没有多久休旅车就爆炸起火 女驾驶紧急送医后已经恢复呼吸心跳 并且转送台中荣总治疗 至于肇事原因还有责任归属都还在调查离情